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杜高四倍电视商品角节目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Metals Forecast公司的菲律普·纽曼 在大众柴油发动机丑闻影响下 薄金价格大幅走低 达到7年以来的低点 投资者担心买家们对柴油汽车的兴趣可能完全丧失 转而购买汽油发动机的汽车或者是电动汽车 未来这将会影响到对薄金的需求 在您看来 大众柴油发动机丑闻会影响薄金市场多久呢 我要指出的是 在大众汽车丑闻发生之前 薄金市场的情况就不太稳定 最近 薄金市场主要是呈现看跌的趋势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 这导致南非方面的供应量在降低 对薄金市场的投资下降 进而使得产量下跌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与南非兰特汇率创下历史新低也有关系 而且在过去的数月里 欧洲受经济问题的影响 世界市场对贵金属首饰的需求降低 这些也是影响因素 在大众丑闻面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薄金价格有轻微的下跌 而且一些国家柴油汽车的销售份额同时也在萎缩 而大众汽车丑闻更是缩小了 把金和薄金之间的价格差距 预测薄金供应量已经调低 金巴布韦政府督促矿业公司减少能源消耗 作为继南非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薄金厂国 这将会如何影响到全球的薄金市场 在金巴布韦宣布可能减少产量的背景下 薄金价格一度回升到高点 作为世界上第三大薄金生产商的金巴布韦 其政府要求企业们降低电力消耗25% 这种情况会导致薄金产量降低 但我认为这只会对薄金市场产生短期影响 而不能够一直造成冲击 节省电力的决定也影响到了加能可公司 他们目前停止了一些矿区的开采 全球薄金第三大产生LineMine宣布减产 说明在总体薄金的低价位下 生产变得无力可图 长远来看 以上这些所有因素 对薄金市场的变动都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期待薄金市场复苏 亦或是这个市场会长期下跌下去呢 对于薄金市场的未来前景 目前认为还是有潜力改善的 但是这个市场受制于多种因素 首先就是美联储未来的潜在加息 市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目前没有人能够确定美联储是否会在今年年底加息 如果年底不加息 这将会对黄金投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而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也会看到 薄金的价格上涨 第二个因素就是来自中国的需求 今年以来 中国对薄金的需求相当疲软 第三个因素就是欧洲 我们预计欧洲明年经济会复苏 而这将会对薄金市场的需求水平 也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黄金市场普遍存在着下跌的趋势 但黄金和薄金的价格差异依然存在 我们未必会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薄金价格出现强劲的增长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商品分析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